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1月3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中国网球女将彭帅 在昨天于个人微博上 发表了签字长文 描述和指认自己与前高官 张高丽的不伦关系 目前所有的相关消息 在中国已经全面封禁 文章也被删除 多个与事件直接或是间接相关的关键词 遭到了网络审查 就连本来无关的影视评分网站豆瓣 也迅速删掉了韩剧《总理与我》 该电视剧讲述的是 韩国记者与总理之间的故事 但是与张高丽彭帅之间的故事 完全不相符 但是目前这部电视剧已经搜索不到 在中国甚至连网球一词的搜索结果都被屏蔽 反映出在中国讨论党的领导人的不当行为是极其敏感的 彭帅在微博上指认了自己与中国前任副总理张高丽 在一次性侵后开始的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 由于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非常知名 彭帅的文章虽然被删除 但是在网上仍然广为流传 彭帅在文章中写道 张高丽副总理 你说过你不怕 但是即便是遗卵基石 飞蛾扑火 自取灭亡 我也会说出和你的故事 中国媒体未对此事进行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的例行发布会上 被问及彭帅实名指任张高丽问题时表示 我没有听说过此事 这不是外交问题 针对这起事件 人权观察的中国研究员王亚秋指出 虽然性骚扰在中国体制内是常见的事情 但是受害者往往不敢直接点名 加上这起事件涉及像张高丽 层级这么高的前政府官员 所以各界都被这个消息吓到了 他说 之前其他类似的性侵案也都有出现打压的情况 但是打压的力道绝对没有这次这么强 我觉得这次更多的是涉及到这么高层级的官员 所以才会力道这么大 知名的女权运动人士吕平则指出 目前很多人都担忧彭帅的状况 但他认为彭帅此举非常勇敢 因为他在了解相关危险性的情况下选择了发声 吕平说 彭帅的经历是很多女性能够理解的 他连张高丽的事都敢讲出来 显然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吕平认为 即便中国政府极力想要透过审查机制 去屏蔽事件相关的细节 但是这起事件不会被公众遗忘 因为他所传达出来的信息 对中国社会来说太重要了 彭帅此举所受到的政府审查打压 可能会在中国社会中发出寒蝉效应 但是同时也会有示范效果 他表示 这个事件不管怎样 人们都会传播 无法被停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屏蔽会失效 再来看其他热点消息 中国房地产行业和相关产业的第三季度盈利显示 中国政府对猖獗的借贷行为的打击 所带来的痛苦 远远超出了中国恒大一家 并且可能迫使当局放松政策 恒大旷日持久的债务危机 并没有像人们担心的那样 蔓延到中国更加广泛的金融市场 但是中国5万亿美元价值的房地产行业 健康状况的恶化 正在考验中国政府推进结构改革的决心 分析人士说 恒大不是大道不能倒 但是这个行业不能倒 任何随之而来的对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潜在影响都是不利的 根据季度报告 在中国上市的10家开发商中 有7家的收入都大幅下降 其中包括中国万科和绿地控股 7至9月份期间的净利润大幅下降 绿地集团的收益下降了27% 而万科的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3% 旭辉集团的利润则是暴跌61% 这份名单还不包括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开发商 比如说碧桂园或是广州复利地产 根据香港规定 这些公司尚不需要披露第三季度业绩 中信证券追踪了20家主要中国上市的开发商 普遍出现了一幅利润率下降 现金减缩和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的画面 根据长江证券的数据 包括水泥玻璃和家居在内的中国建筑材料制造商 第三季度的利润平均下降了7% 这也反映出来了地产行业带来的附带损害 作为恒大的供应商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的净利润 大降了53% 销售额下降了31% 该公司表示 正在积极追讨恒大所欠的43亿元的应收款项 法国新业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姚伟表示 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比金融市场更大 他说 我们看到的更像是一场慢动作的修正 而不是一场快速发展的危机 如果不采取刺激措施 这将有可能导致中国更深 更长时间的经济放缓 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仅仅4.9% 是一年来最慢的速度 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已经要求银行 在实施房地产贷款抑制措施的时候 不要反应过度 一些经济学家说 需要有更多的政策来支持 东吴证券的经济学家任泽平 本周则敦促政府要伸出援手 因为在房地产市场停滞 信贷紧缩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已经失去了活力 法新银行的姚伟表示 中国今年应该进一步的降低融资成本 例如削减银行必须保留的现金储备量 和基准贷款利率 以防止经济增长在2022年低于4%的关键速度 他说 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愿意容忍更深的经济放缓 以推进结构性改革 但是他说 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如果不及时伸出援手 要拯救经济 可能就会为时太晚 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 卸任了董事长一职 退出了董事会 完成了从5月份开始的领导权交接 张一鸣将董事长的职位 让给了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梁如波 在5月份宣布的领导层改革中 梁如波已经接替张一鸣 接下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梁如波一直是张一鸣信任的副手 同时也是他大学宿舍的室友 一位对字节跳动有深入了解的人士 告诉南华早报 尽管张一鸣放弃了他的董事会席位 但是在涉及战略问题时 他仍然将是幕后的关键决策者 另外一位消息人士称 张一鸣仍然在内部群聊中 积极分享他对字节跳动发展的想法 张一鸣近10年前 在北京的一套公寓中创建了字节跳动 他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低调 这与抖音的巨大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抖音的海外版称 其9月份的全球阅读用户 已经突破了10亿人 而中国的抖音则日活跃用户超过了6亿人 张一鸣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是在6月底 当时他捐赠了5亿元人民币 在他的家乡福建省龙岩市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 根据北京胡润研究院10月份的财富调查 年仅38岁的张一鸣 去年的财富增加了两倍 达到了3400亿元人民币 他超过了腾讯的创始人马化腾 和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成为了中国最富有的科技领袖 同时也是仅次于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的中国第二富豪 而说到腾讯和阿里 最近这两家公司也继续受到监管的调查 中国工信部今天下令 38个应用程序 包括腾讯经营的新闻和音乐应用程序 以及小红书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 纠正与过度收集数据和发布误导性信息有关的违规行为 根据工信部今天的一份公告 腾讯的QQ音乐被工信部点名 认为其收集了过多的个人信息 而腾讯新闻则被发现有误导或是欺骗用户的现象 另外 阿里巴巴运营的UC浏览器精简版 也被发现有欺骗或是误导用户的行为 工信部还指出其他流行的应用程序 包括小红书过度收集用户数据 而送货应用程序霍拉拉被发现 强行或是频繁要求用户授权 本周一 中国刚刚推出了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这部法律是世界上对个人数据安全最严厉的法律之一 将使中国的科技公司在获取和使用消费者信息方面 变得更加困难和昂贵 工信部还在5月1号推出了新的规定 要求应用程序提供商对其收集所谓的 与核心服务无关的过度用户的数据要负责任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